不知从何时起,华晨锅中出现了一位剑锡巡林员 她带着灿烂的笑容,热心帮助着每一位前来巡林队求助的行人 这名少女是这样的生机勃勃,如同破土的心牙一般 似乎无论怎样的伤痛,都无法将她击垮 剑锡巡林员报到 如果说在蒙德的经历是柯莱转变的契机 那么须弥便是她成长的起点 在这里,她将使用新获得的草原素力量,为伙伴提供支持与帮助 愿意为内心的憧憬付出努力的人,总会有收获回报的时候 当柯莱处于队伍中时,能够降低队伍中自己角色滑翔消耗的体力,提升探索的效率 柯莱的普通攻击可以进行至多四段的连续弓箭射击,造成物理伤害 使用重击时,柯莱能够进行伤害更高,更为精准的瞄准射击 瞄准时,草原素会平复在箭矢上,聚满了草原素的箭矢,会造成草原素伤害 释放元素战技,柯莱投掷飞夜轮,对触及的目标各造成一次草原素伤害 飞夜轮将在投掷一定时间后返回,再次造成草原素伤害 解锁天赋飞夜回席后,在飞夜轮返回前,如果队伍中自己的角色触发了燃烧 原计划、超计划、慢计划、绽放、超计划或烈计划反应 则会在飞夜轮返回时,为角色赋予新业状态 新业状态能基于柯莱的攻击力,在一定时间内对周围的敌人造成草原素伤害 效果持续期间,若再次产生新业效果,将移除原有的效果 拜托了,克里安巴 释放元素爆发,克莱请出可靠的克里安巴上将帮忙 爆发时将造成草原素范围伤害,并产生克里安巴领域 克里安巴会在领域中不断跃动,造成草原素范围伤害 林中草木生生不绝,正如虫石的希望 解锁天赋徐如矿龄后,当克里安巴领域中的角色触犯了燃烧 原计划、超计划、慢计划、绽放、超计划或烈计划反应 将延长领域的持续时间 在克莱的一次元素爆发中,领域持续时间至多通过这种方式延长至一定限度 从前的逃亡生活,为克莱留下了不少生存与战斗的经验 虽然他仍是剑西巡林员,但凭借草原素神之眼力量 克莱已经有能力应对许多状况了 战斗中找准时机,释放元素战技 增加飞夜轮命中的敌人数量,并产生新夜效果 克莱可以更好地协助队友 对敌人造成元素反应伤害,提高队伍的作战能力 当元素能量充足时,克莱能在克里安巴的帮助下 生成克里安巴领域,对敌人持续造成草元素伤害 若与队友默契配合,还能严惩领域的持续时间 创造良好的元素反应条件,一举轻较敌人 不同的人对成长一事有着不同的见解 有人只想平安长大,有人追求更高远的目标 对克莱而言,想要走向更远的未来 就必须要战胜过去的自己 这样很好,战胜意味着前进 而并非对过去执迷不悟 唉,很可惜 我曾经的同伴虽然比克莱年长许多 但却还没有他想得明白 又或许因为情况实在过于复杂 以至于有些问题只靠善良与热情 是无法解决的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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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